一是獨一無二的一個真理 是一切萬一個禮物 也就是天道 那由這一個真理貫穿到一切的真理上 我們說這個一 一它是一個天地的開始 男女的一個男女的開始 營養的開始 那萬物的開始 它是一切的開始 就是一切的根本 一切的本體 就是真理大道 那 有一句話說 我們人生難得 人生難得 人最難得的就是道 我們說天命傳之 我們是以道傳之 而不是以教傳之 所以呢 我們是一貫道 不是一貫教 那我們是要找出我們生命的一個本源 靈性的源頭 那道就是我們回天的路 道就是真理 道就是我們人生的本體 人知本性 那教呢 我們說 它有分內圈跟外圈 那我們 道呢 外圈功夫呢 是由道發生的萬法 萬行之亂 那道呢 為體 就是心法傳授 教呢 就是一般的一個教化 那這裡 這裡 後選比喻說 我們用樹木 樹木的根源呢 為道 那 枝葉的枝葉呢 為教 那 我們都有聽過 一句 五教同源 五教同源一禮 五教的起源跟宗旨 說的呢 都是這一個意 那 我們五教呢 五教是人在世的時代呢 跟環境都不一樣 可是呢 他所說的呢 就是本心 他們所說的本心是一樣的 那 雖然時代跟環境不一樣 可是所做的宗旨都一樣 所以呢 萬術 萬物萬術啊 都不能禮一 禮一呢 就不成 那禮一呢 也就不能歸根 我們說 上下四方呢 來於天地 所以呢 禮一不成 那成聖成佛呢 禮一呢 也不行 因為呢 沒有我們的本心 我們的願心 那 道呢 那後學 以 古教聖人 為例 那我們儒家呢 儒家所說的就是 純心仰性 直中冠意 那道家呢 他是修身 練性 道 人手 一 國教呢 是明心 見性 犯法 歸一 還有我們的 基督教呢 是喜心 仪性 莫 喜 親 一 那回教呢 是 堅心 定性 親 真理 一 都是一 那一貫道的一呢 就是道 一貫一的一就是道 那道是什麼呢 道呢 就是 道他有很多的解釋 那道呢 他是生天生地生萬物的一切主宰 這個應該是大家比較 常聽到的 那地呢 天地呢 知萬物呢 萬事萬物呢 都是道在主宰 就好像說 欸 汽車啊 我們汽車 如果他 沒有人去行駛他 我們的司機沒有去動他嘛 司機就是主宰 那像電燈啊 沒有主宰 就沒有升級 那道呢 也是禮 我們說啊 說道呢 就要有禮嘛 什麼事呢 都要有一個節制 有禮呢 有節呢 就有禮 有禮呢 就有道 那我們說 道在天呢 為天理 道在地呢 為地理 道在人呢 為性理 在事呢 為事理 在物呢 為物理 那天如果沒有理啊 日月無光 營養不明 那地如果沒有命 無理呢 就是萬物不能生長 事際呢 不分 那人如果無理 無性理呢 就會陷入四身六道輪迴 而不能還本還原 那事物無道呢 一切的事情呢 就不能夠怎樣 圓滿了 因此呢 天 天地人啊 跟宇宙呢 之間呢 的萬事萬物呢 是不能理道的 相信我們都有聽到 你聽過一句 那個台灣的一個燕 用台語念是 天啊 不感情 人就不照天理嘛 他講的意思就是 天運呢 不順啊 天運如果 不順呢 人就不能遵從天理 那就會有很多的什麼 天災地變 事到一個敗壞 事會顛倒 所以呢 我們 那個 還有這一句燕語 就是 天如果 天如果不照自己 人就不照天理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 道呢 在萬物之中呢 道在生活中 他都是在我們的眼前 什麼都有 什麼都 都包這樣子 無所不用 都是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需要他呢 他就是道 那我們不需要他呢 他就是 道 所以呢 道呢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生活中呢 就是道 那道在日常中 要去體悟 要去實行 所以呢 我們就要一平常心 大家如果說 有歡樂之心 喜悅之心 那沒有對待之心 那道呢 就是在這裡 那道呢 我們不用很細心的去經營 就是當下呢 就是道 那 我們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周邊 處處都是道 處處都有學問 所以呢 那 不是呢 到佛堂呢 才有道 才能行道 那我們各處呢 在各處各地啊 生活呢 到處都可以行道 道呢 道呢 我們本來就有 道呢 就是我們的良心 本性 那如果說 我們都可以依照我們的良心 本性去做啊 就是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這個就是道 我們說呢 世界 說大也大 說小也很小 我們走出去啊 走遠了 還是會遇到誰 誰誰誰 那可能轉了一圈回來 原來呢 大家都是一家人 每個人的家庭生活 背景都不同啊 可是呢 我們看待的是 我們看待的事情呢 看待事情的那個價值觀 也不同啊 所以呢 我們不要呢 因為別人說了什麼 做了什麼 那就起了一個 一個不好的一個 起心動念 那 後雪糖講的一句話就是 有人喜歡你 一定會有人不喜歡你 那相對的後雪一定會有 也有喜歡的人 也有不喜歡的人 那相信大家都 都會這樣 所以呢 我們做好呢 道永遠都是真的 那如果沒有呢 如果我們沒有 心正 身正 嚴正 心正 這樣的正道呢 也會變成 變 變彈門走道 變邪道 那良心本性呢 就是在說我們的 佛心啊 我們的慈悲心 我們的天心 跟真心 所以呢 剛剛有說嘛 道是要我們 是我們回天的一條 光明的一個 道路 那一貫道呢 主要的宗旨就是要 回歸一貫 那我們修學的 修學的目標呢 當身心呢 一貫 那 再來說我們的 身心 那我們身心一貫 那不論是生活啊 還是其他的 就可以 安定 所以呢 道呢 就是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當中 喔 隨時隨地呢 我們都可以 修持 那再來是我們的 天命真傳的 書聖 那 天命真傳的書聖 我們說 一貫道的傳承呢 是天傳人 而不是呢 人傳人 那天命者呢 天知明明 所以呢 我們歷代的一個 祖師啊 都是天選出來的 不是人選出來的 這叫做天命一貫真傳 就是由我們天降明師呢 所傳承之一貫道 那選出來的人 都是因為有德性的人 才會被選為天命明師嘛 並不以使命嘛 那 所以呢 天命明師呢 是奉天成運 為眾生呢 傳授正法的一個祖師 那 典傳師呢 代表了 我們的師尊 師母 所以呢 典傳師的 天命呢 是不能轉移的 那 典傳師呢 典換我們之後啊 我們要好好的去 珍惜啊 積極 修辦 才可以達到呢 這樣 法官還原不在呢 生死輪返 所以呢,我们才可以归根复命 那,佛有说啊 佛有说,摸着根的呢,成佛主 摸不着根的呢,瞎修炼 那这个根呢,是原字呢 就是在说我们的天命名师的一个传授 我们天命名师一职嘛 就可以修成正果 究竟解脱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盲修啊 下练啊,就不能解脱 那一切呢 一切的用功呢,换来的只是什么 我们来世有限的一个付报而已 所以呢,在浅显的,浅显在求道的时候啊 老师是不是有跟我们保证说 嗯 道真,理真,天命真 那证据在哪里 那证据呢,就是南极先翁啊 他曾经说 今天呢,如果不是天命真呢 怎么可以把道办得这么好 这么红窄 光靠我们人力呢,是无法办到的 所以呢,在无形中呢 我们受到先佛呢 诸天先佛的帮助啊,暗中点化 因此呢,我们的道呢,是天人共办出来的 是天命,因为呢,天道应运啊 老母将天命交给我们的师尊师母 在由我们的师尊师母帮命给我们的典传师 所以呢,我们如今才可以呢 道传万国九州嘛 才可以,路话那么多有缘的 那,那后学说一个案例 那相信大家曾经有听过 那后学就再说一次 那在一场,一场加拿大的一个寡会当中啊 那季公伯伯呢 对大家勉励的时候呢 有一个班员就问老师说 诶,老师慈悲啊 那个台湾呢 佛教慈祭功德会这么有名气 那我们一贯大道 一贯大道场呢 是不是该跟他们多多的去看起 那老师听完啊 就觉得很感叹 来回了走了几圈呢 就跟这个道亲说 慈祭功德会呢 他们行善布施的事呢 我们前世呢,都已经做过了 那如果说前世呢 我们没有做过 我们怎么会有资格 坐在这里听诗讲经说法呢 应该是老师说呢 应该是他们羡慕我们才对 怎么我们会去羡慕他们呢 那老师说呢 他们的使命呢 是来行善 那我们的使命呢 是来伴道 那一般的软堂呢 它只能能打帮助到嘛 可是呢 我们佛堂呢 我们道场呢 能怎么 我们的道场可以伴伴 所以呢 我们要感恩 那我们前辈子如果没有做过善呢 是不可能坐在这边的 所以呢 我们除了伴道之外啊 行有余力呢 还要呢 广洁善缘 那浅显听完呢 就觉得说 很感叹 因为我们明师一指点 实在很不容易 那 老师跟我们说啊 人生大事呢 一求道呢 明师一指点 见信成佛 明师一指点啊 是要找回我们的自信 那上天呢 应这个时运告诉我们啊 我们有一个方便的一个法门 要我们赶快修 再不修呢 越来越沉迷呢 我们就越来越难翻身 那有人说啊 吃树呢 要有菜根 菜骨 那修道呢 要有佛骨 所以老师慈悲说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佛性 叫做自信佛 那居住的地方呢 就叫佛堂 那自信居住的地方呢 叫在肉体嘛 就是身在身上 我们身上就叫做佛洛 佛洛 那里边的骨头呢 我们就叫佛骨 所以呢 老师说啊 我们以后呢 千万不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那也不要呢 骂别人是什么 剑骨头 因为每个人呢 都有佛性 每个人呢 都有佛故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称佛 那佛呢 就在我们的自信 我们就是佛 我们自己就是佛 只要我们现本心 我们自己就是佛 所以呢 我们不用去哪里找佛 那 老师跟我们说 我们以后的路不一定好走 可是唯有现我们的本心呢 才是真的 他说呢 你们要知道啊 一切呢 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会怎样 坏掉 会毁灭的 只有灵性呢 才是真的 那玄冠呢 得那一点 真的 才算是真的 因为他是经由我们 名师呢 一支点呢 通天策地 这样一步操 表文一生呢 天榜括号 地府抽丁 一支得到呢 我们九旋七祖呢 都可以沾光 一支成道呢 九旋七祖呢 敬朝生 我们知道吗 我们求道啊 我们求道呢 是天榜括号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至少要修三世才有机会 一世呢 等于三十年 所以呢 至少要有九十年 将近一百年 才可以 那如果说要开法会 法会呢 是 那个 勃盘注册 要注册 至少也要有五世才有机会 那刚刚说的 一世呢 是三十年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至少要一百五十年 才可以遇到 所以呢 如此殊胜的一个机缘啊 我们不是说 哎 几个小时 多少钱 或者是 做几个那个扣手 哦 就可以成就的 哦 那 后学在说一个 哦 我们道真理真天命真的一个验证 他是 哦 帝府 的一个生死部 哦 在 从德呢 哦 李锦香点船师呢 他在泰国呢 哦 那 我说一下李锦香点船师他已经归空了 哦 那他家在淡水 他也是有 胎色伯塔 哦 那因为癌症的关系 所以他已经归空 哦 回天脚子 哦 那 这是 呃 从德的李锦香点船师所遇到的 哦 他在搬到的时候 有一次啊 哦 他引渡 他就是 渡了一个泰国的一个稻青 那这个稻青呢 在求道以前 哦 他就已经参禅打坐了二十几年了 哦 他也是一位那个 有在修的一个有涵养的一个修道人 哦 那他已经参禅打坐呢 到他的林呢 可以出来游天堂 哦 到各个洞府啊 地府啊 或者是各殿呢 去游玩去走走这样子 哦 那他听说 求得一贯道之后呢 可以超生了死啊 哦 了 就是 不用再受四身六道轮回之苦 哦 并添绑瓜号 地府抽丁 哦 他说 哎 因为佛教没有这个说法 哦 所以哦 他内心呢 就觉得 一贯道真的是如此的珍贵嘛 哦 所以呢 他就亲自的呢 到地府去查询 哦 到地府呢 就到 炎王那边去请求 说他要 看他的 跟文判官说 哎 他要看他的生死 哦 然后他翻的时候呢 他说哦 不得了 全世界人口的名字呢 全部都记载在他的本子里面 在这一本生死簿里面 哦 然后用了各国文字呢 记录人的一生 各种的资讯 哦 他说 林兰玛墓啊 哦 很不可思议 哦 然后他翻开 生死簿找到自己的名字呢 看到自己呢 已经被红 用红笔花掉 哦 他的内心呢 就很兴奋兴奋很开心 他说想不到呢 一贯到呢 真的可以天堂挂好 地府抽丁 哦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 哦 所以呢 他急忙的到佛堂 将此事告知 典传师 说求到呢 真的可以脱离元王的掌握 所以呢 今生呢 可以呢 以超三界 哦 六道轮回 哦 解脱生死 哦 所以呢 后来他对我们 一贯大道呢 哦 就是 有无比的信心跟肯定 哦 所以呢 他度了很多的 有缘的呢 到佛堂来求这个大道 哦 所以呢 我们共同的 宇宙 就 我们 在我们这个共同的一个空间啊 哦 宇宙空间 我们有相同的灵性啊 哦 跟我们 当今 跟我们现在呢 三朝共渡的天命名师 就是我们激功老师啊 岳慧菩萨 哦 这些佛 这些仙佛呢 都在看着我们 哦 所以呢 只要我们好好的修办啊 哦 将来呢 一定可以 哦 脱离生死 哦 我们说一事修一事成 哦 脱离六道轮回 成仙作果 哦 所以呢 我们好好修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无际里天 哦 去安享万年 哦 自在的 修行 哦 所以呢 大家加油 再来 后学说 三宝心法的书生 哦 那三宝心法的书生呢 哦 因应我们现代人的一个 事迹啊 潮流了 所以呢 我们把修持呢 简化到人人可以修啊 人人可以成的一个最方便法 哦 也就是呢 我们只要受明示一指点啊 修持三宝 我们每个人呢 都可以 以贱 姓 成佛 哦 那我们 我们在求道仪式中啊 我们 明示传给我们三宝嘛 哦 他 就告诉我们 哦 我们身上有一个不用学就可以知道的 哦 那个叫做良知 哦 那比如说呢 我们说哎肚子饿了 我们就知道要吃嘛 对不对 哦 就是肚子饿了 我们就知道要吃 哦 要 这个要学嘛 不用学啊 哦 那还有我们婴儿出生的时候啊 哦 他 他是不是会叫 这个也叫良人 哦 那我出生的时候就懂得呼吸 这个呢 是自然而然的 哦 这个就叫良人 哦 所以呢 这是 谁给我们的 这个就是天父嘛 天给的 哦 到了我们人的身上呢 就是叫 良心 本心 哦 这是呢 子心呢 不在今生用 哦 等待身后向水师 哦 所以呢 我们 才要求到 那 如果说没有求到呢 没有受民事一支点呢 哦 我们的良知良人呢 就没办法起发 哦 就像啊 一部车子呢 你没有人去开他 哦 就是 永远都不会动嘛 哦 就是一堆废田 哦 那 我们的 一贯书胜就是告诉我们 哪个良知良人 哦 我们那个良知良人呢 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哦 那是本来呢 巨主 本来就巨主的 哦 哦 那 三宝呢 三宝 这个 大家有听过三宝 大家都知道 哦 那 我们的第一宝呢 就是我们的 玄关窍嘛 就是我们生死门户的一个玄关窍 哦 那这个玄关窍呢 是我们灵性出入正当的一个门户 哦 那 所以呢 我们 修 这个是我们修道的一个要理嘛 所以 因为我们有求道 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 那我们五教圣人呢 哦 他 都可以修成正果 哦 他也要有这个窍 哦 哦 那 他的印证呢 就是刚刚后学说的 哎 就是他归空的时候呢 生暖如眠 哦 面带很安详的一个 呃 面相啊 是 生 生暖如眠 是 生暖如眠 面目红论 哦 那呈现我们的安详面相 哦 那 金语老前任呢 慈悲啊 他说啊 哦 慈母 慈母鼎恩啊 慈母老大人的道呢 老大人呢 藏在我心中 哦 他又慈悲说 哎 玄关这个地方啊 就讲的是信用嘛 就很像是我们的提款卡 我们的信用卡一样 哦 人生呢 第一个主宰呢 就是自信 哦 所以呢 所以呢 以他当作第一主宰啊 哦 我们的灵性呢 就可以复活 啊 他说的就是我们的良心 哦 所以呢 这一支点呢 就使我们的 灵性复活 哦 那念念不理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良心本性啊 哦 所以呢 要我们好好的修 哦 所以呢 玄关呢 他就是 他说 有如呢 扩天 石破天经一几啊 哦 看见呢 光明的一个冤己 哦 是解开呢 我们无名的一个枷锁 是我们激发良知 自觉的一个地方 哦 那 六祖坛经呢 他也跟我们说啊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哦 我们要知道呢 至心至佛 那我们不可以相歪求 哦 那劳心劳神呢 哦 忘记 忘掉了我们的一个什么 我们的自心佛 哦 所以呢 玄关俏呢 成仙呢 成佛呢 就是在这一窍 哦 那我们心窍佛窍 我是佛 那佛呢 就是我 就是自己 哦 那就是指我们的人心 哦 见性成佛 哦 那 那再来是我们的口诀 哦 我们口诀呢 叫做 通天神众 哦 也叫五字真言 哦 那我们第一个字呢 哦 是 象征我们的礼天 哦 他是我们人类的故乡 哦 上就是我们的一切 诸天仙佛呢 就是住在这里 那得到的佛子啊 哦 也都是回到这里 那第二个字呢 他的意涵就是太极弃天 哦 他是呢 有弃术的一个仙子 哦 就是 一些 去世的一些 忠臣 哦 还有一些 那个 土地公啊 妈祖庙啊 妈祖啊 哦 妈祖他们就是在这里呢 哦 享受幸福 那继续的 继续的一个 继续休息